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宣布 由私营企业在2011年创立的公益金 将在这个月13号播出500万令吉 给国民型华文中学作为发展和建设基金 至于社会学校的名单和款项将会在到时候公布 张念群指出 自新盟执政以后 政府已经补上在2018年财政预算中 纪录的国民型华文中学拨款 他说 华中在2018年和2019年 分别获得了教育部特别拨出1500万令吉 而如今 工益金将会拨出500万令吉给华中 充作发展和建设基金 也就是说 新盟在执政短短18个月内 就给国内华中拨出了多达3500万令吉的拨款 值得一提的是 财政部也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 将华中的拨款 从过去的1500万令吉增加到2000万令吉 张念群也说 工益金在新盟执政后 接受了财政部长林冠英的建议 把华教的拨款 从前朝时代平均每年1000万令吉的非现金方式 提高到2500万令吉的现金支票模式 直接拨给学校 给造福更多的华文学校 而在过去的两个月 工益金就拨出了2000万令吉 给全国404所政府全津贴华校 直接汇入各校董事会的银行户头里 让学校能够更加快速方便获取拨款 也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副首相 德鲁瓦吉他指出 政府将会成立一个特别仲裁庭 专门负责处理性骚扰的案件 瓦吉他说 这是该部策划的一部分 目的是要改善现有司法制度 处理性骚扰客体的状况 瓦吉他指出 在吉隆坡安邦出席活动时发表这番言论 成立特别仲裁庭的提案 将会被纳入性骚扰法案中 该部与政府机构 非政府组织和总检察署 还在商讨法案的阶段 瓦吉他补充 理应在今年提成国会的性骚扰法案 预料会拖到明年才提成 相关单位需要针对多项细节 进行探讨和确认 例如补救措施和举证责任等等 该部要确保现有的法律限制得到解决 同时瓦吉他也说 投诉机制必须要简单快速 才能鼓励更多受害者 勇敢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而补救和惩罚也必须得到重视 西蒙政府执政以来 一直积极打击贪污腐败 致力创造一个连接的西马来西亚 首相组在早前将国会议员申报财产的日期 从原本的10月1号推迟到12月5号 距离现在也只剩下几天的时间 任何超过期限都还未申报的国会议员 都会被视为藐视议会并将遭到处分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授 西王慕如干指出 珍报财产的举措 能够让大马往先进国的目标 再迈进一步 是体现我国拥有成熟政治体系的表现 这些是一种强调的改变 这种强调的改变 这种强调的改变 在国家中的强调之后 的一种强调之后 现在也已经被人家制的 现在已经被人家制的 是否败了 所以,什么是 是否败的 有些人说 如果败败了 这种强调之后 是否败了 是一个随力的 而是否败了 我们败败了 在我们的败败了 在我们的境界中 所以我们败败了 跟败败的 这种强调之后 它可以败败了 森王慕如干表示 申报财产的作用 除了可以为国会议员 建立良好形象 也可以提高民众 对领导人的信任和信心 根据报道 目前所有新盟领袖 都已经完成申报 反之在野党议员 却没有任何议员进行申报 包括来自国阵和伊斯兰党的议员 早前首相署部长德德鲁伟强表示 国会下议院议长 可以援引议会常规 对付不愿申报财产的国会议员 违规者将面临罚款1000令吉 或被冻结议员资格 最近有关公正党内部分争的谣言四起 副首相兼人民公正党顾问 德德鲁瓦吉加强调 公正党只会有一场全国代表大会 也就是12月5号到8号 在马六甲举行的大会 他说那会是公正党 唯一异常的代表大会 距离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 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而最近有传言之 公正党水里主席德鲁 阿斯敏安利的支持者 打算在同一天 召开另一场代表大会 王阿基扎今天出席 吉隆坡班单国会选区 割理活动开幕一次后 在记者会上对媒体发表言论 驳斥调言 王阿基扎说 他希望公正党的内部冲突 以及课题可以在来临的 第14届党代表大会上解决 目前公正党已经成立21年 拥有大约100万名党员 篡改一马发展公司 机查报告的案件审讯 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 前总机查司 南徐安利的书写公词 成为了焦点 安利曾表示 前首相达德鲁纳吉 指示他篡改报告 并向他承诺 会调查两份不同版本的报告 这起案件将在1月13号 继续开审 在第4天的审讯中 吉隆坡高庭被告知 南徐指示安利不要把和一马发展公司 有关的问题 纳入该公司的最终机查报告中 南徐是在机查报告呈现日期的前两天 指示安利这么做 同时南徐也指示安利不要把 不同的财务报告版本 放进机查报告内 他也向安利保证 会让执法当局调查一马发展公司的问题 并找出原因 而在呈现报告会议进行时 南徐也迫使安利接受一马发展公司的回应 来进行讨论 事件是由一马发展公司 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康纳 和南界有前秘书丹西苏克里提出 会议也同意 大马富山柳特佐在一马公司 董事会会议出现的资料 会被删除 阿文尼也透露 他当时发现 并没有任何一方针对一马发展公司 出现不同版本的财务报告 进行报案 他因此感到自己被纳致欺骗 他在较早前 以书写的方式 向法官穆罕默塞尼做出声明 在同一场审讯中 法庭被告知 原本的基础报告并没有被取消 而协调官罗沙瓦尼 则负责保管有关的报告 阿文尼强调 虽然有关的报告 是在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下被保护 但总基础司 还是有权利对报告做出决定 而目前 报告已经成为了审讯的主要证物 他还解释 沙瓦尼在会议中 使用录音笔的行为并不违法 因为这有记录会议的目的 而在第五天的审讯中 阿文尼表示 他是配合当局向国家 警察局所提供的评估和事实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之下 对报告做出修改 只是因为当时进行了协调会议 又提起有关国家的利益 所以我们下期见 连日豪雨造成国内多地被雨水淹没 今天登下楼中的水灾灾情已经稍微好转 受影响的灾民人数已经下降 而吉兰丹的水灾情况依然恶劣 灾民人数出现大幅度上升 大马气象局今天对吉兰丹和登下楼部分地区 发出了红色危险和暴雨警报 预计好雨将会持续到明天 彭亨州俄联图则是被发布黄色警报 民防部队主任兼灾难管理委员会官员 赤 Adam表示 灾情出现好转的地区 包括农运 乌鲁登下楼和市照 他指出 目前雾输县依然是周内水灾情况最严重的地区 当时已经派出船只 协助运送受影响灾民 前往疏散中心避难 赤 Adam 助起民众要时刻关注水灾情况 并注意安全 我们为了提拣证的 mapping 除了几个替捧品 由于是从不思讯的地区 的方法 printed 60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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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200 100 截至目前,灾民人数已经从原本的1,775人下降到1,460人 巫苏县来自78户家庭的281个灾民分别被安置在三个疏散中心内 另外,吉兰丹州巴西马县成为最新的受灾线署 昨晚有179个灾民被迁入疏散中心 丹州目前已经将疏散中心从7个增加到12个 其中5个是在巴西马县 达纳梅拉县有47个灾民,马张县则有37个 根据水利灌溉局网站的数据显示 兰斗班让哥勒河的水位持续升高 兰斗班让免税区随时会失守 在吉兰县朵兰的勒比河,水位也越过了警告水平 虽然目前没有主干公路被封锁 不过公路多处遭到雨水淹没 当局出请驾驶人士要格外小心,提高警惕 沙拉越州古近今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警方透露死者是在今天清晨乘坐摩托 不料途中突然失控撞向电灯柱当场毕命 警方证实死者是摩阿玛·麻六 现年26岁,是一名军人 这起死亡意外是发生在今天清晨4点10分左右 意外导致摩托骑士头部重伤,当场死亡 死者的遗体随后被送往沙拉越医院进行解剖 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第一款条文调查这起意外 柔佛州RTM成为该州首个加入 Kita Tikka赛克资源回收积分奖励计划的政府机构 环保公司发言人表示 会陆续将计划推行到更多的政府机构 让大家都有机会为环保先例 推行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观念 RTM环保公司企业事务总经理 Muamah Nolisan表示 希望接着柔佛州RTM的加入 能够提高民众的行决意识 让更多人加入环保的行列 RTMJOW sendiri merupakan agensi komunikasi 我们感觉是一个策略的策略 为我们工作联合 能够帮助我们发挥的信息 为他们开始我们的活动 和我们的活动 这项计划让民众能够通过 手机应用程序登记成为会员 并获得个人条码贴纸 会员只要在进行垃圾分类后 把条码贴纸贴在垃圾袋上 再将垃圾送往处理中心进行扫描 便能够得到对应的积分 柔佛广播局副主任 Mama Sharin Sariban表示 RTM已经准备就绪 协助这项比具意义的计划 推广到柔佛州的每个角落 第三十届菲律宾冬运会 在昨天正式拉开序幕 大马代表团在今早上来好消息 男子太极拳好手罗俊豪打响投炮 为大马贡献首面金牌 之后被称为Legosem的 P6舞选手陈智利 以及马球队爷双双 为我国增添金牌 目前我国以四金一赢二同的成绩 排在奖牌榜的第三名 在今天早上进行的 东运会男子太极拳项目决赛中 我国的26岁选手罗俊豪 以9.68的分数 击败其他八名选手位居第一 罗俊豪因此为大马代表团 打下本届东运会的首面金牌 金牌得主是来自文来的黄振宇 分数是9.59分 来自东道主菲律宾的选手 丹尼尔拉塔万 则是得到9.56分 拿走铜牌 除了罗俊豪 同样来自大马的武术队选手 黄永生 也在长拳项目中 以9.68分的成绩 为我国增添一面银牌 至于金牌和铜牌 则分别由新加坡和越南的选手获得 以色列伯利恒圣诞教堂 是基督教的圣地 传统认为这里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 圣诞节临近 这座教堂外的圣诞树 进行了亮灯仪式 吸引数千万基督教徒前去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卢一妹 感谢收看这一节华语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